包整这次算是遇上大难题了 一桩伤天害理的大案 直指他那轻直包免是幕后真凶 这公义私情 包大人该如何处断呢 上集说道 展昭将盗取紫盒车的嫌犯 文花二人压上开封府大堂 怎料这两人仗着肚子里有点墨水 巧舌如簧 刁钻狡猾 对此案拒不认罪 不仅如此 借着提供不出有利的人证物证 还把包大人对得无言以对 你这私修的猖狂 包大人专制你们这种小人 前面有多嚣张 后面就输得有多惨 因没有有利的人证物证 包整只能暂时先退堂 原告熬阵曾身中花蝴蝶的毒标 一直陷入深度昏迷 好在后来经过大夫的炎一诊治 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包整得知后大喜 连夜升堂审问此案 公堂上 熬阵将花蝴蝶的作案经过详细到来 可以说是指证历历 结果没想到 这时卑鄙的文若鱼出了一个损招 此话一出 花蝴蝶瞬间领会 他承认他却曾到过紫河车 但那是因为背后有人指使 他不得不听 听到亲侄子名字 包整心头一颤 他对侄子包勉还是有所了解的 虽然蛮憨糊涂 但这种伤天害理的大事他不敢做 可文花二人一口咬定就是受包勉指使 包整无奈只能传他到堂对质 传信包勉 扫娘必会听到什么风声 包整从小是被大嫂养大的 长嫂如母 在她身上尤为贴切 为了防止扫娘胡思乱想 包整决定亲父来阳县宽慰 另一边 自从文若鱼被抓之后 包勉就又请了一位师爷 这位新师爷与文若鱼大不相同 为人正直 工作能力又强 面对妖媚的燕娘言行服挑 依然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要以为人人都像文若鱼一般 读圣贤诗书 却行小人之事 难怪包大人 在来阳县官生不好 多半是受你之汉 这一番话气的燕娘咬牙切齿 不仅如此 自从这个新师爷上任以后 协助包勉破了不少案子 其中就有一个大案办的十分漂亮 王财父子俩来到来阳县衙 撞到一个老和尚昨夜将他女儿奸杀 包勉向其询问案情经过 随后还传唤老和尚上堂问话 经过文事业相助 抽丝剥茧推测案情 最后终于将真凶逮捕归案 原来还是那个富二代 五百万之子吴家做的孽 这一次包勉不再饶恕于他 判处吴家死罪 还老和尚一个清白 可见有好的领路人 包勉也能成为一个好官 可惜就是这二夫人坏事 五百万通过燕娘来贿赂包勉 妄想捞她儿子 包勉反驳燕娘 今日的我非同网络 如今有了新师爷的协助 她已经大变样 不再软弱可期 还发誓从今以后 一定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燕娘见包勉不再对她言听计从 愤而离去 包勉见词也不再上前追赶 随她离去 走就走 不见就不见 我包勉照样神气给你抢 包勉这边已经改过自新 那包整来到莱阳县 又会如何审问她 敬请期待下集